我跟梅杨 跟梅杨说 我一定会念做的 是蔡惊艳 不是谢惊艳 我会念做的 我怀疑她说过 心里我每天都会问答 昨天很抱歉 我绝对会念做的 今天还有很多当事长 大家都在这里 表现我们对这个文教 期待很深 这个案子十三十下 谢谢中央委员 以及我们一条高峰 4.83亿得之不义 108年9月就开始起动 你是我们在地的建筑师 如建筑师在吗 今天的荣耀也归于你 如建筑师在吗 你要不要再前面一点我帮大家介绍 这个是我们在地的建筑师 如建筑师 拍拍手 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谢谢学姐 我想荣耀也归于你 因为它其实是把我们的整个高雄 我们有一个风气 高雄的 你把这个高雄的建筑物的 尤其是分具 全部摊开来 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比对于台外 我没有暗讽之意 我是真的是 你满得讲 台北都是我们 都在地的行 但是我们国有都在国港 所以都是非常分放 也在盐田 这个局长 从事之下 其实也在意我们所有的 警察员工们 自己的安全 以及他们的办公空间 那么我替如建筑师 包括我们的 阳清户局长 阳清户局长 也是很浮沫的 反正他 他自己也是建筑师 所以也会很要求 那这个建筑 基本上是个智慧建筑 它有 能演辨识 扫描建筑等等 那第二个 它是一个太阳光电的绿建筑 10% 我们可以回论 那么90%都会改变 那么另外 它另外就是 是个循环的经济 因为它所有的产生的这个 废水会再循环利用 所以我也在这里 跟您部副局长 看到我们这个 其实是一个点范 那么在这个点范里面 尤其是坐落 尤其是我借用 刚刚那个 建筑说的 这个落点的地方 就是跟 受塞形成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胆的使用 这种设系 我一直观察起来 是整个高雄 从左营分局 到现在这个分局 都各有特色 但是我也预告 这些都是要谢谢我们 曾议长跟议会 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 因为它要代表高雄 所以要有高雄错误 事故呢 你看多多的阳台等等 直接看到亚洲新丸区 但是也要跟副局长讲 这阳台不是要给你出去 抽烟的啦 不是要给你观察 什么的 冰情啦 那么 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讲 我要特别的感谢 我们接续呢 也经过议长 议会给我们支持 我们议计12月底 奉山分局也会完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分局 钢山分局呢 各位看家今天的报纸 它议计是明年度就要招商 它也要透过双眼镜 很好 透过招商 它是一个新的大的分局在钢山 另外呢 在我们整个的小港的派出所 派民派出所 就刚刚有说过 其实还有奉山分局的 南城派出所 都在进行规划设计 跟进行施工 那么再来 甚至 甚至我们 这个梅雅 后雅芬 都有交代了 这些 黄鹅 盐中 或者是其他的 派出所 一样我们会进行改建 没有改建的话 就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的 那也都要谢谢议长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中国建议 我在这里也稍微替我们 林局长所率领的高雄市政府的警察局 做一些整个的 他的事情的政绩的一个说明